海贼中,东海走出的顶级强者门以来 东海是四大海域中拥有最弱知名的海域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东海走出的天花板强者吧 首先是东海出身的卡普 作为龙羽鹿飞爹与爷爷 卡普早年便加入了海军 而他仅依靠过人的体术能力从海军中脱颖而出 但由于卡普本人不想升职的原因 所以他的等级依然是中相级别 在与罗杰联手战胜洛克斯海贼团后 卡普甚至获得了英雄的称号 而如今年过半百的卡普 其战斗实力与水平也毫不褪色 耶稣布与乌索普 耶稣布作为乌索普见面都要喊爹的人 其战斗实力丝毫不容小觑 毕竟这可是香克斯唯一请上船的男人 耶稣布与乌索普相同 战斗方式都是涉及于远距离的输出 但乌索普与普通的冷兵器不同 在战斗中他会使用发明创造的能力战斗 虽然不知道金狮子到底是出于什么偏见 但东海走出来的人虽然少 但基本上都是顶级的存在 比如海贼王罗杰以及他的副手雷利 雷利是罗杰第一个白嫖的船员 跟随罗杰南征北战的雷利 其战斗实力必然是大海中数一数二的存在 而海贼王罗杰更不用说了 毕竟还曾联手卡普对战洛克斯 以及在这之后被称为海贼王之名的男人 革命军的龙与萨伯 作为卡普的亲生儿子 龙不仅没随父亲的院成为海军 反而成为了世界政府最大的敌人之一 虽然龙本人出手的私数寥寥无几 但能够创造如此庞大的革命军 显然实力丝毫不容小觑 另一位便士龙的二把手萨伯 在没有吃下烧烧果实的他 一直都是依靠纯体术战斗的 在得到果实后 相信萨伯的实力会得到更高的提升 最后便是我们的路飞与索龙了 路飞作为卡普的孙子也是龙的儿子 路飞从东海的小鱼团达到了如今的武皇 可以说路飞也是颠覆金狮子认知的男人 另一位便是草帽团的二号人物索龙 索龙虽然出身东海 却被众人所畏惧 与路飞同样打破了东海最弱的说法 我现在的路飞与是龙的 我又会被伤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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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的骨子 你又会被伤了吗 我又会被伤了吗